最後一下,吸,噴,1,2,3,4,放鬆了,全身放鬆了,好,起床,我先說些話,我們先坐下,今天拉筋通常多一點時間,我可以拿這些時間出來解釋這個單田呼吸, 還有這個小周天,什麼叫單田呼吸,或者複式呼吸,騙人而已,肚子怎麼會呼吸呢?肚子呼吸不了,吸了空氣,它下不了肚子,它在肺裡而已,你說我們用橫隔膜去深呼吸,騙人而已,哪有橫隔膜,你的肺是沒有肌肉的, 你根本的肺都不會動的,什麼時候都是靠橫隔膜的,我們每一個呼吸都是因為橫隔膜打開,然後肺才吸氣進去,是吧? 只不過,平時我們用橫隔膜,用得很少,現在我們學習怎樣用橫隔膜,用多一點,用多一點的時候,橫隔膜一拉下去的時候,它就會壓在這個所謂我們叫中招和下招的器官,它就會壓下去的時候,這個肚子就打開了,是吧? 那你噴氣的時候,又學習怎樣把橫隔膜向上,那時候它就會收縮,但是這個運動,將橫隔膜移動來移動的時候,那個肚臟漲和肚鬆,平時的呼吸不會去到這個肚子裡的,是吧? 但是不等於那個空氣去到那個肚子裡,只不過橫隔膜往壓下去,又慢慢上來,這個就是一個運動來的咯 這個運動做不到的,是一體的這個方法做運動的,那你說做這個運動有什麼好?哎呀,這個運動非常好,你想一下,你裡面有什麼東西來的? 你有小腸,有大腸,你將這些小腸動來動去的時候,它幫助你消化,它幫助你發酵,是吧? 你醃菜,你都懂得打一個蓋子,撩一下它,撩一下它的時候,它發酵的過程就好一些咯 所以你經常做這個單田呼吸,它把那些小腸動來動去,它對你的消化很好,對你的吸收很好 大腸就不用說了,我們十年或者五年要照大腸一次,它找什麼? 它沒有東西好找的,它叫你喝了這些東西,把它射出來,還有什麼症? 有些東西靜在那裡,有什麼靜在那裡?因為很多時候你的大便不清,靜了那些髒東西在那裡的時候,它裡面發毛,那時候就出事咯,它是找那些東西咯 但是你將這些大腸動來動去的時候,它排就排得好些咯,吃點菜,它排得好些咯,不用說了,剩下的是什麼? 剩下的是肝啊,膽啊,那些樣樣東西,所以這個運動對人的身體是非常好 它還有一件事,它可以減壓的 我跟你說,人有兩個神經系統,有這個叫膠感 膠感神經系統是我們生存的能力來的 一有危險的時候,它馬上在腎上放了所有賀爾蒙出來 等你準備去打仗也可以,等你去走路也可以,怎樣都可以的 但是它不會生存的,生存的時候呢,我們靠這個運動呢,慢慢書館自己咯 是這樣的意思咯 但是這個環節,我很奇怪的咯 我以前教工程呢,你不是說大力它就動的咯 你越大力它越不動的咯 你那些膠策呢,它不是像你的鐵啊,那些這樣 你喜歡屈多少就屈多少,喜歡什麼 它不是的,你越快呢,它就越跟你鬥力的 所以呢,這個深呼吸呢,一定要慢的 你試一下,你一大口吸,它動不了的 它跟你打仗一樣的 所以呢,這個深呼吸呢,一定要慢 一定要穩,一定要長 這樣的時候呢,那個環節就打開了 所以一定要這樣 我們做一次,蝴蝶式先,做完 將這個環節,我們就坐 坐的時候,我們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只是這個肚子的呼吸 然後,我們試一下將這個呼吸的時候 它產生了一些電,將這些電在它帶 初初的時候帶到頭頂 做完最後一部份,慢慢一部一部份上 那你就可以打通這個任督二脈 你的整個身體症 才做的那些運動 那十二經絡 它就可以經過這個 整個身體健康 好,我們現在拿一點時間出來 這樣就有時間了 放鬆 我們稍後做蝴蝶式就可以了 放鬆 接著手,手下 你就下 你就下 一定要放鬆 手上 你就上 腳張離地 手背對手背 好,吸 你要慢慢吸,不要快 噴 再來一次 吸,不能快 噴 噴 不能大力 好 好,放下雙手 我們慢慢靠去這個位置 我們要注意力,等在肚子 注意力,等在肚子 看著分吸 吸氣的時候打開肚子 噴氣的時候收起肚子 慢慢來,不用急的 就是你急沒用 看著肚子 知道自己呼吸 幫一幫它 吸氣的時候打開 你不要急,急做不到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調身 調心 調色 吸氣的時候 輕輕檢查自己的坐姿 噴氣的時候 放鬆自己 每一個呼吸 每一個呼吸 很輕 慢慢來 很穩 一直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將它拉長 放鬆自己 好 吸氣的時候 很快地把這些正能量 帶到頭殼頂 帶到頭殼頂 暫時 將身體拉著 肩膀打開 鴨頭向後 下巴向下 頭頂 下巴向下 悶起肌膀 顏和牙齒之間 好 下巴的時候 將負能量帶走 一路下到肚子底下 再加肚子底下 放鬆自己,急著做不到事,急著無用 放鬆自己,一刻又上 一上的時候,整個人好像很輕 整個人上去,下的時候放鬆 把不好的東西,負能量帶走,讓它沉澱 就好像Helen很久以前說,好像有杯水在你面前,把髒東西沉下去 這個沉澱就是叫做閃 是這個巴黎文,或者是泛文,Jana 後來譯中文叫做閃 沉澱,上,一上上得到,我聽得到 一落下,落到肚 又上,上一條身 落一條心 你好像看到,觀音菩薩的蓮詞法會的道場 有一個蓮花湖,蓮花池,你上的時候 你把正能量帶上頭頂,帶上去那個池頂,供養觀音菩薩 你走的時候,你噴氣的時候,把所有髒的東西帶走 不要染觀音菩薩的道場 又上,又上,一吸氣你就上,上你就拉著身 把靜能量帶上去上面 走的時候,落下來的時候,帶走那些呼吸量 好,我們現在再坐三分鐘 在這個時候,你的人已經靜下來 呼吸量已經慢了,長了 你有一點時間了 你上的時候,你慢慢逐步逐步上 在尾龍骨 一路上,上到背部 再上,上到頸後面 上到頭頂後面 上到頭頂後面 上到頭頂頂,去到額頭 噴的時候,由額頭下 下到鼻尖 一路上 你也要追蹤 你必須要鼻尖 開到最後一路上 你必須要讓你按照 這裡要傳電的地方 你不需要靠頂 你不需要趕額頭 可以再與額頭的關係 你必須要靠下到尾龍骨 下到腿上 慢慢讓你放下 你這樣做的時候,肚子產生的淨電 就會跟著你走 上到頭頂,慢慢移動 慢慢下降,慢慢下降, 下降到大量, 你去那個人的身體最下方的那邊, 180度, 繞回到尾龍骨上, 你用心點, 你相信自己,相信我, 相信師父, 你做三下, 你做三下的時候, 這個電波跟著你走, 這些不是神神怪怪的東西, 這些是有科學根據的 你在肚子裡產生了靜電 靜電就靠腦子上去尾隆骨 尾隆骨是很全電的 上到頭頂 下來就靠舌頭駁著 再下來有這個督脈和任脈 是靠舌頭駁著的 下來到丹田 再下來 再上去做三下三下 大家大眼睛 我們繼續做月根經 師傅叫做玉戒定 為什麼叫玉戒定呢? 道家那邊叫做連仙 連仙就是用這個功夫 什麼叫仙呢? 你記得八仙下凡 八仙下凡的故事就是 他們一日是我們十年 意思就是所謂仙呢 就是四大天王天底下 四大天王天是一日五十年的 他是十年代表他底下 所以你可以離開這個人間 到了仙和天的個境界 到了玉戒天的那個境界 他們就是這樣練的 我們佛教呢 如果你看這個因緣 我們佛教就說 這個都不到頸 我們要離開三界六道的 如果你想離開三界六道 這個功夫只不過是基本功夫 這個功夫非常好 但你要記住這個是基本功夫 真真正正佛陀的功夫 是可以破這三界的 就要靠這個滅壽上定 我們觀四大觀深滅 最後一刻 窩圈 放鬆 反手 看著一隻手 身心合一 吸氣 噴氣 還雲掌 吸氣 協提式 反手 膝蓋向下摁 噴氣 放鬆自己 吞山河 噴氣 噴氣 放鬆自己 吞山河 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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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自己 吞山河 就叫做走火入魔 火是什麼意思呢 火就是血氣的意思 人沒有氧氣 就沒有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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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那裏 我讓你坐一天 你沒有了這個血氣 沒有了這個氧氣 沒有了這個氧氣 在心裡 你都會睡覺 師父叫這個冷閃 你在這個時候 你的五根清淨 但是二根越活躍 外面那些人教四念珠 他不明白這個所謂身 不是身體的身 是色身的身 是佳也 是六根的 連上二根的 你在這個時候 你的二根活躍 你就入魔 因為你就是魔 你的心就是魔 你不可以去上 你可以去 懂受上行色的時候 你可以去到受 但是你不可以去到上 你看著你自己的呼吸 慢慢跟著這個呼吸 一邊跟著 知道自己吸氣 知道自己噴氣 你跟著這個噴氣 慢慢噴 讓它自然噴 就是師父教的那句 不要參加這個呼吸 只是看著它就可以了 當它噴完的時候 你不要去上 你不用上 你就這樣停留在這裡 你的身體 身體 它看著你不呼吸 它等兩等 它不耐煩 它就自己會吸氣 一吸氣的時候 你又跟著它 一吸氣的時候 你又跟著它 吸完的時候 它又噴 就會好像海邊的浪一樣 那浪 它喜歡 它就上 它喜歡 它就退 你跟著這個水 跟著這個呼吸 慢慢水退 放鬆自己 去到盡的時候 它會停留在那裡 你不用怕 停留在那裡 你只是等著就可以了 放鬆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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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上 就是這樣 大家看看 你會發覺佛陀 教的法門 我們叫做六萬四千個法門 為什麼要六萬四千個法門 很容易的 你計一計 如果佛陀每一天教五堂書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教了四十五年 或者四十九年 就加上八萬四千 意思就是 他有八萬四千個機會 教不同的人 所以他每一次教都會有些少少不同 我們叫做八萬四千個法門 但你會發覺 很多法門裡面是同樣的東西 他那個叫做疑情 你不知聽過什麼 疑情 我以前跟你說 台灣的妙利魯和尚 他的六道彌陀 他唸五句 他就不唸 又唸五句 那個是疑情 或者你聽別人說 誰是我 我是誰 誰是佛 佛是誰 他唸打坐的時候 他有那個口頭善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疑情 疑情是什麼 其實我們看著那個呼吸 師父教這個呼吸 觀生烈 你看著那個呼吸 你那個人靜的時候 你不用緊張 你看著那個呼吸 去到盡的時候 你等那個呼吸出現的時候 那個就是疑情 那個時候你就問自己 誰是我 我是誰 你發覺這個時候 原來這個身體都不是我 我不呼吸 他自己去呼吸 你很好笑的 原來是尷尬 誰是我 不是這個身體 不是你 這個身體是暫時的你 當你發覺這個時候 你突然間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那做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做人在這個世間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是吧 就好像衣服 穿到舊舊 洗一下它 洗完就這樣 穿了孔 是這樣的 但是後來你發覺 這個意義原來是修行的 借這個身體去修行 有時候就是這樣 那個人說無我 無我無我 有時候就去到無我 起碼認識什麼是我 這就叫做疑情